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把放指教教堂給我們一邊的帥氣的 郭老師 好 歡迎老師韓國 在這邊非常感謝工作順便 提供我們一個很棒的樂團環境 因為在說 在全台灣 我覺得好像沒有到沒有一個是這樣子 由政府單位來支助我們可以練習 然後每個禮拜有固定團員來 固定的上課時間 然後在那邊團練 還有發表會那樣子 非常非常感謝 接下來我們帶來的這首曲是 老爺爺大宗這個大三丁所有都有印象 就從你小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圈職體的時候 或是在樂隊的時候 或是在廣大聽到的 都會聽到這首曲子 這個是一個什麼叫做 古老的大眾 那他的故事是什麼呢 他的故事就是說 這個 這個曲子的靈感是由一個人 他看到壞掉的大眾 一個作曲想看到壞掉的大眾 他就問這個故事 他說 原來這是一個老先生 他從出 他生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鐘 一開始開始有這個時鐘 到了時候 他九十歲過世的時候 這個時鐘也跟著結束 就停了這樣 就是 這個再講這個大眾 然後總共裡面有 三段到四段的這個歌詞 這個 這個曲子 然後這首曲子改編成 這個管樂團的部分 當然不是說這個 我們這個曲子 要有難度一點的 然後 接下來 因為這個就是說 我選這個曲子 也是因為 要讓一些 我們有新進的團員 喜歡音樂的人 他可能不是說 非常專業或什麼 可是他喜歡音樂 他喜歡 因為他會有這個技能 讓他來練習 然後 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慢慢的帶入 讓他們喜歡 然後慢慢的 培養他們 越來越強 這樣子 而且這個就是老少學 我們等一下會 我們會有很多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我們有很多爸爸媽媽 來這邊練習 然後小朋友跟著來練習 這樣 他們跟著在後面 跟著享受音樂 可能長大以後 也變成我們的團員 或是他會 就是因為 因為這些音樂 而感動 或是會喜歡 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帶來做 音樂大眾 謝謝